不会,那要练习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学习 不断不断的学习 那假如我不学 我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学 有些人的个性啊 很固执 这个我也不愿意学 那个太复杂 这个我不能 那你当然就没工作嘛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呢 都被人家抢光了 可是假如你现在懂照相 举个例子 照相,对不对 你慢慢学啊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到书店去看相簿 我自己学的 然后我拍照的时候 我用数位相机 也有拍了很多是不成功的 我看看人家 为什么会这样学的成功呢 对不对 比如说相片 对不对 一二三四 四个脚跟中间 我就把它当五方佛 五个脚 然后上下左右 就像一个frame一样 当我看中的时候 我深呼吸 阿弥陀佛 咔嚓 你看 我拍的佛像都最好的 真的 而且我在拍佛像 我在朝圣的时候 若我的学生就知道 我们很忙的呢 我忙着做导游 我还忙拍照 我发愿把这些照片 带到全世界的众生 去帮助他 所以我拍的佛像都很好 你可以看商业金色的网站 所以我可以呢 还好我出家了 我不出家 我有很多行业可以做 第一我可以当老师 第二我可以当导游 第三我还可以开佛教旅行社 第四个我还可以做心理智商 你看 我就有好多生存的技能 你不会饿死的 第五个我还可以布置佛堂 我们商业金色的干部 佛堂大部分都是我设计的 所以你要用心学习 听好 这个社会工作很多 但是假如你懂了电脑 或懂了照相 你参加讲习跟训练 你就会有发现新的工作 人类有很多很多高科技的工作 是找不到人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未来十年是什么工作 没有人知道 举个例子给你听 各位我们现在不是有喝矿泉水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环境污染 对环保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呢 那假如十年前 或十五年前 你跟阿公阿婆说 嘿我们要喝水 要花钱去买 他一定说笑 水龙口打开了 自己喝水那很干净 可是你看 整世界全球都在提倡环保 这个臭养成被破坏 这个暖化现象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水都要过滤 新加坡还很有福报 我们台湾的水 都要煮开才能喝的 你看看 我们要去花 这个两块新币 或三块新币买个矿泉水 你相不相近 过十年以后 我们呢 可能要到这个 7-11或便利商店 老板 给我一罐氧气吧 嘿 充满活力去上班的 为什么 空气已经污染了 是不是 所以未来一定有 很多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工作 所以各位联友 不管是你自己 或你的家人 都要永远不断的学习 你才会有新的工作 你要很欢喜 你要去学习 要去不断的学习 第二个 你要想 我学的越多 可以帮助人更多 举个例子 新加坡 Airport 每一年 每一天 都有全世界 9.7 million people 有970万人来新加坡 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都住在 这个太好的国家里 那我们来的时候呢 新加坡的这个 新加坡Airline 它会放短片 真的有这么多人 那你就会看到 有很多人在机场工作 假如它是有一个 帮助别人的心 菩提心帮助人 他每天check in 他几乎跟全世界的人 结善员 叫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国际的友谊啊 但是有些人呢 他若没有听到学佛法呢 他就每天工作 这样臭个脸 Can I help you? Sorry I cannot help you 那好像欠他的 对不对 他就很不高兴 他觉得我就是来做工了吗 赚钱的没 就是这样 然后下了班就是这样了 OK finish my job Bye bye doesn't matter 他从来脸也不笑的 所以你看 同样一个工作 一个人很欢喜心 利益无量的众生 结国际的友谊 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 以夜阴果报来讲 他可以结很多的友谊 可是有一个人呢 他不欢喜心 也没有抱着服务别人的态心 他就只是工作 以得到一口饭吃而已 那请问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老板 你要哪一个员工 一定裁掉那个 没有笑容的那个吗 所以同样的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福报 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原因 很多人都来问我 师父我要念什么经 没有错 但是你要想 你有没有保持微笑的心 你有没有欢喜的心 还有你有不断的学习 你有没有真正的精进在学习 这个叫精进波罗蜜 所以六十八宋说 自在及世间的财物 都是要真正精进 不断学习的人才可以得到的 这一点是通世间 跟初世间的道理的 请各位要好好想一想这段问题 好 请看物四 精进而成觉性菩提 觉性 精进要跟无上的觉性相应 这个才为精进波罗蜜 请看六十九 已有殊胜精进故 佛于声闻为上手 事故此之精进力 最为圣应非于行 这是古汉文 我慢慢讲 因为有非常殊胜的精进的缘故 它会产生精进力 所以佛 在阿罕经里面 佛跟阿罗汉 它都叫做大阿罗汉 佛叫大阿罗汉 那佛的弟子 都叫阿罗汉 可是佛在所有的 这个声闻当中 他最为殊胜 像佛的弟子 加设 穆坚连 他都觉得呢 我跟佛一样 都是出家众 我也是阿罗汉 佛也是大阿罗汉 可是他会想 为什么佛有这么大的功德 我没有呢 佛有这么大的神通 我没有呢 佛有这么大的悲心 我却没有呢 那是因为佛过去行菩萨道 所以他说 佛在所有声闻当中 是最为殊胜的上手 佛叫做大阿罗汉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摩尼佛 他生生世世 精进广度众生的 六度波罗蜜的缘故 所以精进是最为殊胜的原因 最为圣因 顿号 飞于行 其他的任何一个原因呢 都比不上精进的殊胜 再看七十 圣上精进永见者 于地地中随同地 而彼恒得最圣上 事故常应其精进 就是说刚才讲的是声闻众 七十颂是讲菩萨众 于地地中随同境 地地把它画起来 这是指花燕经的十地 一地二地三地四地 若连有对十地有兴趣 可以上佛陀教育基金店网站 我刚刚讲十地经论 这里有详细讲 网络上也有详细的表解 跟讲义 他说佛的精进 跟大菩萨的精进 是最为殊胜的 胜上 没有人比他更超越的 他精进的功德力 就像一个勇敢的跑步健将一样 他在花燕经里面 一地一地虽然都要有精进波罗蜜 但是后面一个比前面一个书胜 比如说 二地菩萨比初地菩萨书胜 三地比二地书胜 四地比三地书胜 八地当然就胜过七地 所以它叫做地地横比 地地虽相同 而比横为最胜上 就一层一层高更为书胜 所以因此这样 所有大菩萨 身身世自在佛 坐下听经的时候 都会发广大的大悲愿力 这个大悲愿力从哪里来呢 从精进波罗蜜来 再看七十一颂 最后讲佛 六十九是讲僧文圣 七十颂是讲菩萨成 七十一颂是讲佛成 尊贵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 就是以昼夜精进的缘故 最后觉悟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你问说 佛凭什么而成佛呢 精进波罗蜜 待会我们会讲 有人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自念是阿弥陀佛成佛的 我要说这是方便说 事实上释迦牟尼佛 是误了缘起 信空的方法而成佛的 当然念佛不能说不可以 念佛有广义的意思 念无量的诸佛 他并不是念西方阿弥陀佛而成佛的 他是念自信佛 缘起信空而成佛的 所以若有法师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那个是方便说 不是究竟说 接下来再看 四十九页十八行 丙武 禅纳 波罗蜜 好为了这一段还没讲经之前 我要补充很多资料 请注意看 你们每天法喜充满 我晚上也是做工做得很晚 在打PowerPoint 我也法喜充满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 因为现代的科技很方便 我朝上去了很多国家 希望带来给大家更多的法喜 假如有姻缘 你到东印度菩提家爷 旁边有一条叫尼连缠河 到了菩提家爷 希望你多待几天 不要匆匆忙忙 多待一天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看到很多的圣地 从菩提家爷 如果租车子的话 要先讲好价钱 当地人很狡猾的 因为他就看你们 你看佛教徒又来了 肥羊又来了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宰一宰 各位新加坡的联友 都是肥羊 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很慈悲 所以他就要赚 那你要先讲好价钱 你最好问旅行社 或相关的导游 或问当地的寺庙 他们都会找比较好的司机 品德好一点的 然后搭车15分钟 到20分钟 可以到佛的以前打坐的 尼连长河 请你看 很不幸的 无常到了 对不对 现在尼连长河 全部都没有水 以前的尼连长河 是很多很多的水的 佛呢就在这尼连长河旁边打坐 在哪里无法考证 因为尼连长河很长 记不记得 释迦摩尼佛坐在那边苦行 然后他听到了这个河船 在奥含经里面讲 对不对 有一个师徒啊 在开一艘船啊 对不对 那师父跟他说 弹乐器啊 对不对 崩得太紧 音乐会断掉 弹不出来 崩得太松 懂解了没有音乐 刚刚好 把琴调得刚刚好 他会弹出最美的音乐 就是在尼连长河 有一个人呢 师徒对话 释迦摩尼佛也听到了 他才知道苦行 是不能够让他开悟的 所以他就离开 他的禅修的地方 然后因为他苦行 太久太久了 你看 现在呢 尼连长河啊 还可以看到旁边的大白牛 印度的大白牛 真的很大只 那印度呢 认为牛是圣牛 Holy animal 是不可以杀的 所以有时候牛呢 站在路上 巴巴巴 大家都还要让他 那在法华经里面 佛常常用 阳车路车 跟大白牛车 比喻三称 所以印度还是看到 很多大白牛 那我刚才要讲的故事说 所以佛呢 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身 起来 然后呢 就走向尼连长河 那时候因为他打坐太久了 所以他体力是支撑不住 所以 请大家看一张 所以佛呢 他体力呢支撑不住 雪山苦行 你看他瘦如柴骨 佛昼夜精进 这时候呢 他就离开自己的禅修地 然后呢 讲到河里面去洗澡 然后呢 后来牧羊女呢 就呢 来供养了释迦摩尼佛 牛奶 所以为了纪念佛陀 在雪山苦行 跟尼连长河禅修 所以他们呢 就在这个尼连长河旁边呢 建了一个叫做 Sujata Tempo 那因为呢 托佛陀的福 所以很多的圣地呢 圣地子呢 佛弟子 都会来参观 这是雪山苦行 你看这张雕像 对不对 这是他树的 然后呢 佛接受牧羊女供养 然后呢 佛喝了牛奶以后 就体力呢 就更好 后来呢 他就从这个尼连长河 走向菩提家爷的 这个金刚宝座的 这个菩提树下 所以佛是先在这里 尼连长河打坐的 各位看你图片的左手边 是牧羊女 其实牧羊女没有穿得这么漂亮的 他应该是旧旧的衣服 那这个雕像里面呢 是把它雕成像公主一样 这是只是做一个纪念 然后呢 这是我们呢 这一次在这个尼连长河 我们的学生一起朝圣呢 我带着他们两次呢 去那边的团体合照 接下来 佛呢 离开了尼连长河 就往菩提家爷走 注意听这一段 一般去菩提家爷的人 很少会注意到这个地方 他是呢 在进菩提家爷大塔 注意听 左手边给你排放鞋子 鞋子旁边有一个商店 有一条左转 进去商店 在过去以后 有一个印度教的这个寺庙 这个寺庙呢 在佛在世的时候 也就2500多年前 这个庙就在 我也是无意中呢 才发现的 因为我认识当地一些朋友 买这个佛教艺术品的 或念珠呢 有一天呢 我们刚好呢 去的时候 刚好有印度的官员 进去有好像高级会议 结果早上呢 那个菩提家也就关注 任何人都不能去 后来我在那边等 等他们 后来有人跟我说 师父 你要不要去看一个印度教 佛教呢 释迦牟尼佛曾在这里打坐 他就带我去 我一看到非常的庄严 看这里 下面这个是一个 十轮金刚的弹城 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哇 他说呢 释迦牟尼佛从 尼连禅河来的时候 是先到这里 当时印度教的 这个苦行仙人呢 在这边打坐 那佛陀也曾经 跟他们讨论过 禅修的方法 最后这个地方 太多的印度 这个Yoga Yogi 修印度人呢 叫去Yogi 就是呢 瑜伽形派的修行 最后跟佛陀说 很高兴跟你谈一谈 可是啊 这个地方啊 太多人了 请你到别的地方去打坐吧 那佛陀就坐在这个 十轮金刚的这个 弹城上呢 请教佛法 所以我看到 非常非常高兴 我就赶快给我的 朋友钱 做什么呢 叫他去买花 我就念佛 这个花是我供养的 很漂亮吧 我看到上面的石头 真的有颗 十轮金刚的弹城 所以这是 保留了2500多年前 很少人注意到这个地方 这是佛呢 从尼连长河 到菩提树下之前 他才在这个地方打坐 接下来 佛呢 开悟之前 他也在湖边 大家知道 龙王 对不对 因为下大雨 Narga就是龙嘛 因为下大雨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护持佛 然后变成散盖 对不对 然后一直呢 等到雨下停了 龙王呢 那个龙啊 Narga就是蛇 印度Narga就是蛇的意思 然后呢 就绕三圈 然后跟佛陀顶礼 然后他就走了 这就是佛 以前禅修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一个放生湖 所以你看 佛啊 昼夜六时都在修什么 禅定波罗蜜 所以可见禅定很重要 各位联友要练习 在你送经前 静坐十分钟 或是送完经以后 静坐十分钟 你的心会定下来 新加坡的联友 虽然我来短期讲经 建议你可以选择 有缘的道场 学南传 大成或金刚称都可以 你应该去参加禅修班 禅修班 不要自己刚开始在家里学 最好有师父或善知识呢 来教你 所以禅定波罗蜜很重要 接下来最后佛就在这里开悟了 Maha Bodhi Temple 就是真正呢 衔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佛就在菩提树下 那时候没有这个塔 这个塔是一二世纪呢 阿玉王建的 那当时呢 佛陀就有一棵菩提树 他就坐在这里 我若不成佛的话 我绝对就不起来 所以佛就继续 昼夜精进的禅修 思维法义 最后呢 夜赌明星 那一刹那 佛就正式开悟了 就成为 人天就近的觉者 称为佛陀 好 可见 释迦牟尼佛很重视禅定 佛法 传到了南传 斯里兰卡 假如你到说 泰国法身世 你也会看到 进去一万人啊 大家都很安静 为什么 他不会叽叽喳喳喳 叽叽喳喳的 因为每个人的心 都很静 都静语 好 对不起 我一下找不到 南传法身世的照片 请你上网找 我去过南传法身世 非常的庄严 对不对 他们呢 唱经文的时候 全部人都经文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散盖 每一个穿一个白衣 所以可见 沉定啊 是佛教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联友 你学大乘佛法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你都修得很好 希望你今生 在禅定波罗蜜 跟般若波罗蜜 应该更加有 我虽然今生 学南传 北传 藏传 可是我也很欢喜的 在学习禅定 我自己每天也打坐 你不要以为 我每天只诵经念佛 我修很多法门 我每天也都静坐 所以 印度佛教很重视禅定 传到南传斯里兰卡 也很重视 要禅修 诵巴黎文经典 要持戒 要过五不食 当佛法在一二世纪 传到中国的时候 最有名的是什么 禅宗 所以八宗都传到中国 同样的你看 西藏佛教 在第八世纪的时候 印度佛教传到西藏的时候 在红白黄花里面 出了非常多证悟的人 最有名的是谁 白教西藏 秘勒日巴主师 他在山洞里面做什么 昼夜都思维法义 昼夜就修学禅定 你看这张 有一天他修学禅定的时候 很多鸟啊 以为他是石头 结果在他身上煮鸟巢 这个也有一点像 我们中国禅宗的一个叫 鸟科禅师 各位有没有听过 鸟科禅师 它就是每天入地 入了很久以后 鸟呢就觉得 这个地方可以煮巢 然后就在他头顶上呢 煮了一个鸟窝 然后呢 那个鸟爸爸鸟妈妈 还生了两个鸟蛋 可是那个鸟科禅师 就不敢动 因为他一动了呢 那鸟就破了 他知道鸟敷完走了以后 他才注定 这是中国的禅宗的公案 其实西藏的米勒日巴 也是昼夜休学禅定 接下来 伟大的鸟妈爸 你看他 尊贵的鸟宝法王 他全世界呢 要这么多人接见他 他利益终生 可是啊 这呢 这是我无意中 很特别的拍到 大宝法王 禅定的照片 他在修白教的大手印 所以你看繁忙的人啊 你不要认为 他每天只是很忙碌 事实上 他的心 是每天要修禅定波罗蜜的 好 接下来看中国 早期的禅宗 包含五个步骤 这讲义上没有 我先打出来 禅宗是非常殊胜的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讲 他的师父跟他说 你去中国吧 广度众生 达摩祖师有神通 他呢 多芦苇到中国来 他说东土有大称迹象啊 可是呢 达摩祖师第一个度了梁武帝 对不对 梁武帝喜欢的是做功德 他问达摩祖师 正做了这么多算事 有没有功德呢 毫无功德可言 你只有福报 结果呢 一气之下呢 两个人话不投机 达摩祖师就到山洞去 面壁禅修了 他知道这个梁武帝 只是喜欢做功德 做功德主 可是对于真正的心地法门 他不相信 所以 从达摩祖师一祖二祖三祖四祖 传到中国的五祖 大家知道六祖是慧能大师 所以中国的禅宗呢 就一花开午夜 中国人呢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金刚经的 是因为中国有大称气象 那一直传到宋元明 到了呢 最有名近代的虚云老和尚 可是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 我跟很多的老和尚谈过 也跟有通经论的禅师谈过 我查过 早期的禅宗 不是只有参禅而已 看这里 早期的禅宗 要有五个步骤 有缘的莲友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 先要拜佛 忏悔 禅不是不着相而已 它还是要恭敬心 听好 禅能够开悟 也是释迦摩尼佛的加持 也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 你没有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做判断 你没有诵般若经 是不容易开悟的 现在讲参话筒 或是参念佛是谁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禅宗 它是要有这五个步骤 第一个 先要忏悔 发愿 忏悔 要拜佛 对不对 你要修禅修之前 一定要先拜佛 起码拜三拜 第二个要发愿 禅宗的人也发四弘誓愿 第三个要诵经 诵什么 诵金刚经 或般若经 当然不得已才念心经 心经比较短 在禅堂里面 他们是要念经的 听好 有些人念经也有障碍 所以他也念咒 我查过禅宗的语录 跟他们的禅门日诵 他念什么咒呢 一 大悲咒 二 念准提神咒 一天要念二十一遍 求大悲观世音菩萨 加持你 修禅修 没有障碍 早日开悟 接下来 送完经以后 开始静坐 有修小乘的四念处 属习观 或修大乘的 像无量寿佛观 所以真正呢 他静坐是有禅修的方法的 接下来 当静坐完的时候 他要发愿与回向 愿一切众生都早日开悟而成佛 所以三种回向 叫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回向法界 这三种回向 我在普贤十大院里面 讲得很清楚 我在这边就不重复了 所以可见早期的禅宗 是要有这五个 这才叫完整的禅法 所以禅宗不是说不读经的 你看民国时代的 虚应老和尚 待会我给你们看他的照片 他通啊 楞严经啊 金刚经啊 阿弥陀经 法华经 华严经 虚应老和尚懂很多经论的 他不会告诉你不读经 好就参禅好 参禅当然好 但是你在参禅之前 对于整个参禅的次第 身心的变化 你也要清静善师师去学习 这是很重要 这才叫整体完整的禅法 那本来呢 达摩祖师传到中国 是传楞结经 后来达摩传给 二祖师楞结经 二祖传给三祖 是弘扬般若经 到了五祖传给六祖的时候 才弘扬金刚经 所以可见每一个祖师 他开悟的时候 印心的标准 是以佛经做标准 所以那中国人就有不同的缘 可是从达摩祖师 一直到传到六祖会能大师 中国人是非常喜欢金刚经的 很多人都喜欢念金刚经 可是金刚经的文字并不难 可是金刚经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的 你要懂金刚经的话 要读小品中品跟大品波尔经 还要读大制度论 你才知道金刚经在说些什么 所以这要说明的 请看一下 明末寺大师 有名的憨山大师 就成为肉身 听好 身体是不清静的 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为什么这些主食要发愿变成肉身呢 各位有缘的联友 欢迎你来台湾参访的时候 台湾也有五尊肉身菩萨 新加坡我不知道有没有 希望各位加油 将来成为肉身菩萨 那所有人都会相信佛法的 要加油 要精进 那明朝为什么要想明末的 憨山大师会要成为肉身呢 就是他知道邪魔外道会毁谤佛教 很多人对大乘佛法都不相信 他就发愿 我今生修的功德力呢 成为肉身 金刚不坏身 让你相信佛法 甚至有些肉身呢 他会说你在我面前肉身发的愿呢 都会圆满 这张不太清楚 我是从网路当录的 广东南华寺里面就有三位肉身菩萨 其中有一尊就是六祖会能大师 所以中国的大乘佛法是以前非常非常的殊胜 证悟的人非常的多了 可是我们现代的佛弟子啊 要加油 要精进 大乘佛法也是可以就近成佛的 可是各位要精进 再看民国时代 中国佛教史上呢 佛的最寿命最长最长的一百二十岁 徐云老和尚 有人看到旭云老和尚的照片啊 心都会很清凉 中国不是没有高僧大德 你看看中国明末清初的时候 中国兵荒马乱改成换代 中国八宗啊都出了历代祖师 我念给你听 第一个 净土宗 阴光大师 戒律 红衣大师 禅宗 虚云老和尚 为世宗 太虚大师 对不对 教下原音老法师 对不对 中国有很多很多的 还有啊 还有很多的大居士 所以中国不是没有啊 没有高僧大的 八宗历代祖师都出现了 所以搞病 可见 中国佛教那时候已经呢 到了很大很大的挑战 如果这历代的高僧 不再出现的话呢 那事实上呢 佛法是会中断的 那当时呢 都在中国大陆有很多 因为政治的变化 很多的高僧大德 都逃到香港 从了香港以后 一部分到了台湾 到新加坡 还有到马来西亚 对不对 你想 中国的历代高僧啊 都是精进修持的 有人连有问我 我不学密 可以成佛吗 也可以 但是你要很精进 非常非常的精进 你看 虚云老和尚 烧出来舍粒子 像水晶一般啊 我还见过 太虚大师的舍粒子 各位知道 马来西亚 有个很了不起的 竹谋长老 对不对 新加坡有很多寺庙 他的壁画 多年前 七八年前 快十年前 我有姻缘刚好访问 竹谋长老 那时候他还在世 我呢 很高兴地顶礼他 他那天感冒 他是非常的欢喜 接见我们 还有圆光佛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 太虚大师的弟子 他是高祖 我就问他 跟他谈到 太虚大师很高兴 我祈求他说 老和尚 你可不可以慈悲 让我看一看 太虚大师的舍粒子 他打开了宝贵 真的端出来 像碧绿的 玉色的玉一样 你看 我有这个福报粘利 看完以后 他赶快收起来 现在我不知道 或许你要特殊的因缘 到大马佛教青年总会 或到他的寺庙 有特殊的因缘 你才可以看到 太虚大师的舍粒子 全部都是碧绿色的 就像你在那古董殿 看到那 非常漂亮 最等级的玉 全部都是绿色的 你看虚英老和尚 烧除是水晶的舍粒子 所以你度众生 度众生 不要急 假如你发愿 将来呢 你成为肉身菩萨的时候 你不就不怕 度不了众生的 对不对 那个力量呢 比你讲经说法的力量更大 接下来再看台湾 各位知道 最有名的 禅静双修的 广清老和尚 对不对 他本来要成为肉身菩萨的 他的遗嘱之前刚开始受身菩萨 但是他有三个道场 北部呢 成天禅师是南众道场 南部呢 有庙通四十女众的道场 有一天他突然改了遗嘱 改了遗嘱呢 就知道 我一个死了以后 只有一个肉身 有三个庙怎么办 土地会抢啊 所以他就要改火化 结果火化的时候 大家也看过 东南亚留过一张 流通一张照片 就他火化出病那天 天空拍到了一朵莲花 对不对 那个是真的 那个不是他的幻象 那是他的功德力 结果呢 他就火化 烧了很多很多的舍利子 然后就很多人 甚至我瞻养过 广青老和尚的舍利子 像珍珠一般 有一个佛弟子 佛友 他年龄很大 他是广青老和尚的弟子 那广青老和尚火化以后 因为很多人啊 很轰动 各个寺庙都要舍利子 结果他到了老和尚 涂皮的时候说 老和尚啊 对不对 我一辈子你弟子 你的舍利子这么殊胜 都被抢光了 你可以不给我一颗啊 结果他就拜拜拜拜 结果一拜呢 手掌一看 上面就一颗舍利子啊 哇 这很不可舍利 那颗舍利子还会长 是珍珠的 现在长了很多颗 就供养一个在居士家 他是前者念佛的人 所以我有福报 也沾养到 广青老和尚的舍利子 所以禅宗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在这里先补充一下 禅观有三个部分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你不要急 注意听 这些都可以上网 有前行 有正行 跟结行 前行请各位医 适者大师的小指观 二十五种前方便 即适禅波罗蜜的前方便 第六 磨合指观 第六方便品 这个呢 请各位上网 我今天检查过 桑椰金色呢 二十五种前方便 我已经讲了 二十五种前方便里面 举个例子说 我们要远离溃闹 现代人住在都市里 没有办法躲到深山 可是你在你的家里里面 你怎么样 创造禅修的环境 现代人 你要真正要修禅修 你是可以创造环境的 我在这边当中 有详细的幻灯片 也有讲义 请你上网 我在这边 没有办法详细讲 六度波罗蜜 是广大无边的 第二个正行 就要深修止与观 第三 结行 就要发愿与回向 前行里面详细的内容 看智者大师的 二十五种前方便 是禅波罗蜜 跟磨合指观 请你上网 前行里面又看到 有分外方便跟内方便 好 看幻灯片 第一要聚五言 喝五欲 气五干 调五法 行五法 这样子你才能够叫 正修止观 所以听好 止观不是那么容易 说我盘腿 一盘起来 我就能够打坐 不太容易的 你要忏悔 你要发愿 你要诵经 你要忏悔 你到时候打坐的时候 每天从十分钟开始练习 这个呢 就跟你诵经一样 也要长远心 最后它会有善根发露 也会有考验 也会有残病 最后超越了就会正果 正行里面呢 这个当中 在桑椰经社我讲过 二十五种前方便 第二堂课我讲过 心与梦的解析 是用西藏法王一本的英文书 翻成中文了 请你也上网 很多连友都常常会问我 很多梦 在这本书里面有讲 梦的真假 跟禅定的关系 接下来 现在从2007年 二月八号 我在商业经社正式上一本书 叫坐禅三昧经 讲五庭新观 我很认真的在教 我也带所有人在禅修 对不起 这个课程还没结束 各位慢慢期待 挡到这里就很多人会说 师傅你不公平 商业经社的联友很有福报 不要吃醋 他们呢都奉献很多 他们是无所求奉献的 在这里会公开回答一个问题 也有人有说 师傅你的朝圣很殊胜 你还会带朝圣团 对不起 我不是旅行社社长 我已经很忙 希望你可以在新加坡 找很好的佛教旅行社 你可以去朝圣 那因为我的时间体力有限 希望你也不要生烦恼 但是这个朝圣的 这所有的智慧呢 我跟照片啊 或这些内容 我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目前讲完经以后 明年一月回去的时候 我要继续又讲 坐禅三昧经的 台湾的联友是每个礼拜 都要来上课的 所以 因缘不一样 好 接下来 所以讲三昧经社禅修的时候 我们虽然全部的联友 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我们也修五庭心观 请看 第一 要修五常观 对治你的昏尘 第二个 修属习观 对治你的散乱心 第三 凡夫 讲欲戒众生 一定有贪心跟恶念 所以我也教他们 不静观跟白骨观 不静观跟白骨观比较深 不是对初学人讲 将来我会把这些档案 全部流通变成DVD 变成VCD或MP3 现在我们还在整理中 所以期望各位 大慈大悲 敏众生 不要要求师父太多 我会一步一步做的 第四个 南传有慈悲观 大成也有慈悲观 对治你的称心跟沙心 最后 观佛三昧 也有修无量寿佛观 当然你也可以观 释迦摩尼佛 也可以观药师佛 也可以观地藏菩萨 也可以观 观世音菩萨 这就是门口 我为什么要 印这么多的佛像 注意 这些门口的佛像 不是不一定要拿回 你家里供 有很多连友 常常不太了解说 哎呀师父 我佛像很多 我拿了会生烦 错了 这个佛像 是让你随身 攜带观想用的 好 请看 丙武 禅那波罗蜜 丙武 禅那波罗蜜 请看 问曰 以略解释 精进波罗蜜 精英说 禅那波罗蜜 在四十九页第十九行 丁一四种禅那 请看经文 禅 在清净道论里面讲 禅定有四禅 一禅二禅三禅四禅 注意听哦 这些东西对有些连友比较陌生 也比较难懂 但是没有关系 菩萨道是广大无边的 你慢慢听 就好像你举个例子 你现在呢 如果有一天要去新加坡的机场 你如果没有去过机场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路要走哪一条 你虽然没有开车 可是有一天你叫计程车的时候 你才不会说 这个寄程车骗你 走错路了 本来要往东边 结果绕到南边 就开道变圣淘沙 用这个例子是告诉你 禅 当然很深 现在就像楼梯 一二三四 你虽然没有修道 但是你要了解 你才不会被一些敢讲神通的 敢硬的 或讲三世英国的 被你骗了 所以在清静道论里面有讲 二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在中国的大乘经论里面呢 讲大乘禅观跟小乘禅观 也有讲这四禅 请看丁一 禅那者有四种 禅那第一个叫有觉有观 有觉顿号有观 离生喜乐 鱿鱼出禅 就是说 当你禅修的时候 心月定的时候 你身心会放松 慢慢慢慢 你觉得身体没有了 甚至呢 你会做的时候 到身体空掉了 接下来很多莲友 如果他不懂佛法 他就会紧张 哎呀 那我会不会 灵魂出窍啊 那万一我回不来怎么办 其实这些人 你是不懂佛法 如果你睁开眼睛呢 稍微坐意一下 事实上 你的神事就回来了 有时候你坐到身体 空过一次 那很恭喜你 代表释迦摩尼佛讲 无我的教法 是真的 你也可以透过念佛 达到这个境界 你也可能念咒 比如说念大悲神咒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念 那么何来的那都来压耶 讲这些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卡通片 但是事实这是禅修的经验 这是真的禅修的经验 禅经里这么写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过 所以这里讲有觉有观 离生喜乐 离生喜乐就离开这个凡夫的肉身 这一个身体 这一身的身 你会产生伐喜 那个伐喜是很宁静的 不是兴奋也不是憋伤 是很平静的伐喜 但是他有觉性 也有观照的对象 这叫有觉有观是出产 接下来你继续修继续修 到最后就无觉无观 听好无觉无观 不是说没有觉性 是不执着觉的这个念头 无观是指不执着我们观想的对象 好观是这样看 注意看 观有很多方法 简单的讲禅定有有相禅法 跟无相禅法 举个例子 我坐在这边看这里 法轮 这上面有一点尖尖的 你不要念佛 你不要念座 就坐在那边 当念完经以后放松 你的眼睛就看着这里 这个就是禅观 这就是指 然后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念头跑得很快 不要管它 就像电影一样 右边来 左边走 不要管它 一般的凡夫呢 念头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跑了 在静坐的时候想 隔壁的那老太太 每天嘟嘟嘟嘟嘟嘟 吵死了 哦对了 一个礼拜前 有人欠我一千块 还没还我 明天要跟他讨钱 那你的念头就跑掉了 知道吗 所以在禅修里面 各位我在 佛种的时候也讲过 九住心 那里面详细的讲过 所以 这个是有相关 就是有指 第二个 也完全不要看外境 你就完全放松 这个叫无相的指 所以无关是指 不执着你 关照的这个 对境 你在甚深的定当中 刚才讲 离生会喜乐 现在在定当中 会生 法喜的快乐 其实我告诉你 世间所有 最大最大的快乐 是什么 法乐 你看我 虽然瘦瘦的 这八天当中 我这么忙 我还这么快乐 为什么 有法喜 我这八天 我也没有去哪里 不像各位呢 每天都去shopping mall 逛啊 逛来逛去 最好不是差不多吗 除非你有事情 要去办嘛 我八天住在 那个海英古斯里 我很欢喜 我的心是很欢喜的 我不会觉得无聊 有人会说 哎呀师父 你每天念 普贤行愿名 都一直念 一直念 从你父会不会很无聊 其实 那是没有念的人 才会这样 真正念的人 他是定当中 会生无量的法喜 你会进入第二禅 第三禅就是离快乐 离习行舍 就快乐跟不快乐 他都没有 都能舍 他只有一个念会受乐 注意念是指正念 会是指清静的智慧 他的感受通通是快乐的 法喜的快乐 听到这个快乐 跟世间跳舞不太一样 你跟朋友去喝茶 对不对 很快乐 喝太多呢 晚上睡不着 你说哎呀我们来喝酒啊 今天庆生 喝太久呢 待会儿呢你就吐了 你的胃不舒服 那年轻的小朋友呢 很喜欢青少年 我们去靠disco跳 跳到座 哎呀药会闪到 可是这些快乐 有副作用的 可是打坐啊 只要正确方法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 所以这叫做法乐 你就会进入第三禅 第四禅 灭于苦乐 就是苦跟快乐的念头 也都舍去了 舍念清静 所有的念头都舍尽去了 它只有一个清静的念头 就好像不执着苦 也不执着乐 这叫做定入第四禅 再看 与此四种禅纳中 离开这些执着 慢慢一步一步 你就会证闻 声闻跟读觉的果味 甚至你可以证到菩萨的果味 甚至回向无上的佛果 这名叫禅纳波罗蜜 所以在心经里面说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 为什么呢 他行身般若波罗蜜 那他为什么行身般若波罗蜜呢 因为他的禅定功夫很深 所以照见五蕴皆空 注意 你照见从哪里来 要有禅定波罗蜜 你才能够照见 假如你的心像那个水一样 每天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 那你就很混乱 假如你的水呢 像心像水一样 不要搅它 它慢慢慢慢就会沉淀 肮脏的东西就会沉淀 那上面的水呢 你就可以喝 而且上面的水呢 在这水盆里面的话 它可以当镜子 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 心静如止水 先讲经讲到这里 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很抱歉 我写的英文 但是呢 他有一些问题 他问题问得很好 他是问朝圣 他说 首先非常你感谢 很清楚 又精简的演讲 在过去几天当中 我非常的欢喜 对我来讲是无上的发喜 他每天都来 师父请问 在很多的朝圣当中 你曾经去参加过 你很有经验 你可以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朝圣的之后 朝圣之前跟朝圣之后 他说关于朝圣之前 我们应该做哪些功课 非常的感谢你 阿弥陀佛 也希望呢 我们在未来能够听到更多你 佛法的开示跟引导 谢谢你的问题 朝圣是非常好的 我个人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妈妈小时候问我 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当老师 他说你这辈子愿望是什么 当时我还不懂古文 我不会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但是我跟他说 我想去全世界的旅行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 帮助不同的人 小时候我的愿望就这样 后来出家 当然古道古文 就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几年呢 从我出家二十年 从传等的佛教 到佛学院 到念学术 也出国留学 我也参访了南传 北传藏传 我才知道佛教是广大无边的 佛教有很多不同的历史文化 尤其是圣地 我觉得是很殊胜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圣地呢 是因为我们凡夫 没有福报 佛菩萨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帮助众生 比方说以法华经来讲 佛留舍利子 有圣地 或是佛有留古代的 很多的圣地 这都是让你去了而发 广大的怨心 所以第一个建议 要朝圣之前 要发愿 要发愿 真的要发愿 发愿很重要 前几天 我还来这边 之前还来到双灵寺 有一个联友 他现在没有来听经 因为他做工很辛苦 他的老板呢 还是外教徒 他呢 法华经 安乐行品 七天他都来 他听得很欢喜 在那个讲座里面 我有讲到朝圣 有讲社利子 他也跟一个旅行团 要去菩提家爷 他看到那个呢 我们大会放个短片 他感动流眼泪 结果呢 他的签证一直签不下来 因为他的护照是 印度尼西亚 他来跟我讲说 师父怎么办 快要出发了 我就是签证签不下 我说你拿一盏灯吧 点一盏灯 求观世音菩萨 你一定要去 衔接签佛的地方 只有蒋经七天 他每天都来 每天清经 然后每天回向 最后一天 他跟我说 师父 我的签证下来了 这个就是愿的功德 我们所求不能如愿 是有障碍 所以要去朝圣之前 要发愿 要好好做功课 因为你发愿 你既然要去圣地 见佛菩萨 去朝历代祖师的圣地 一定会有障碍的 有些人一发心去朝圣 上了飞机就开始生病 上吐下血 水土不服 然后一度病奄奄的 联友照顾他 回来呢 搭完飞机 回来的时候病好了 这是你 对不起 说一句真话 你的福报不够 业障有一点点重 所以你要忏悔发愿 第一个发愿 第二个 在朝圣当中 所碰到的人事物 听好 圣地都很殊胜 圣地不论是在 中国的圣地 或在西藏 或印度 尼泊尔的圣地 圣地都很殊胜 但注意 圣地的众生 都很狡猾 他不像我们 大称的佛弟子 都很虔诚 甚至在圣地里面 因为佛的功德力 射受他 所以 他们文化不一样 他们会骗观光各的钱 所以在这圣地当中 你遇到的好跟坏 好坏的人事物 都要当成修行成就的因缘 举一个例子 我在文书十大院 朝五台山的录影 这个DVD里 我就讲过 文书射利菩萨发愿 如果有人要去朝五台山 在三千里外 文书菩萨就会来接应你 但是他来接应你的时候 不一定是献你 噢 金光鲜鲜鲜鲜 很庄严的文书菩萨 他可能献你接受的 而且文书菩萨要度的是 好人坏人 有缘没有缘 乞丐断手断腿的人 他都度 所以你到了五台山 朝圣的时候 遇到乞丐的时候 要有平等心不失 举一个例子 五台山有一个叫佛母洞 我跟连友一起去的时候 好 我们今天要发愿 我就叫他们换人民币 现在你今天见到任何一个人 祈品的你说平等心 心中发愿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好人坏人 你今天就布施一块钱人民币给他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文殊菩萨呢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这是我的小秘密 我去舞台山两次 我有一次真的我就遇到一个人 我供养他一块钱 他的眼神不一样 就是一个很宁静的老人家 他抓着我的手说 你要好好发心啊 他不是普通人啊 了解吗 一般人不会讲这个话 他抓着我的手 心很宁静的看着我 你要好好发大心啊 所以在圣地里面 我没有说什么啊 就是说在圣地里面 有遇到好跟坏啊 都是佛菩萨来考验你的 你不要看到丑的人 或不好的人 你心里排斥了 假如你听我讲 这个普贤十大愿的话 天哪 你最讨厌的人 那个就是佛菩萨来化身的 那你不就错过了吗 所以去圣地的时候 遇到好跟坏 你都要想成 他是来成就我修行的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第三个 要找好的经验的旅行社 因为圣地呢 佛在世的时候 这八大圣地 都是很富裕的国家 可是现在呢 印度的人老实说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 印度人很有钱 全世界曾经排行榜 第一名人是印度人 全世界的选美第一名 也是印度的女孩 但印度啊 贫富差距很大 人很多 社会问题很多 落后的人很多 疾病很多 所以印度的人 有时候很狡猾 奸诈 欺骗 甚至不择手段 所以为了各位的安全 你应该找有经验的旅行团 去圣地第一次 不要单独一个人去 这样很危险 第四个 要找有缘的同餐导游 有些人去朝圣的时候 很奇怪 世间旅行 你有没有发现 假如你今天到呢 所谓 我突然想到 比如说你到欧洲去旅行 或是呢 你到印度尼西亚去旅行 或是呢 叫 其他的国家 泰国去旅行 有时候你会发现 参加世间的旅行团呢 刚开始大家很愉快 出去呢 为了一点事情 就开始吵架了 为了一点吃饭呢 就是弄得很不愉快 本来很愉快的东西 是应该是 Happy Holiday 很快乐的旅行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 反而是结了一堆的冤仇 所以我还建议 出去旅行 最好找有缘的师傅 或是同餐道友 这样子比较有意义 第五个 对当地 圣地后面的众生 比较落后的众生 不要太热情 也不要太冷漠 要平等心 听好 我们的脸有长的一亮呢 就是黄皮肤 黑眼睛 黑头发 又圆圆的 你一看就不像印度人 所以 当你进入那个国家 很落后的 这个乡区的时候 你要有平等心 他们会跟你要钱的 但是不要给他太多钱 会增长他们的贪心 有些是假的 比如说我去圣地朝圣的时候 我常常也看到 哎呀师傅 他会讲中文啊 对不对 看到我讲英文 哎呀 It's so nice to see you Master 我就知道这有问题了 人家对你好 都是有目的的 你要选择 慢慢得到 Can I help you 我对你 Loto Tourist Guy 我说不用 我是最好的 Tourist Guy 然后慢慢帮助你 师傅 我告诉你 你好慈悲 你的脸也好殊胜 我妈妈生病了 在医院 我爸爸没饭吃 我弟弟要读书 我妹妹做工 谁知道 最后呢 师傅 你给我一张名片吧 所以我出来朝圣 我从来不给人家名片的 最后 哎呀 佛教在台湾非常深信 非常的殊胜 师傅你可以帮我 我没有工作 我是虔诚的佛弟子 你可以帮我办Visa吗 什么都有啊 师傅摩尼佛讲啊 对不对 要调服刚强难化众生啊 对不对 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所以第五个 对当地的众生要平等心 你不要对他太热情 不要给人家钱 你假如真的要坚钱 要确定这个organization 没有吃钱 你才可以捐 捐当地的医疗 教育 而且你要确定 知道吗 甚至出家人里面也要检查 因为他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 也有假的出家人 所以 但是最后 第六点 你在圣地里看到 让你感动 流眼泪 或是很可怜的一幕 你要感谢众生为我说 大悲法门 你才知道 你自己身在这个国家 是很有福报的 所以朝圣呢 我就讲这六个重点 师傅请问 在普贤十大院的祭送礼 我以清静生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这两句 前面一句心有杂念 所以心不清静 后一句 难能片无余呢 可见你这位脸 有没有听过我讲 普贤十大院 我还是有耐心讲 普贤行愿品的问题 请你上网 我所有东西都讲得很清楚 但我还是很有耐心 我以清静生于义 听好 凡夫我刚才说过 当你来买佛 买 对不起 买花买水果 来供佛那一刹那 你烧香礼拜那一刹那 你就是一念清静心 当一念清静心 一切片里尽无余 是要透过观想你的心 本来骗净虚空 骗法界的 所以前面讲以清静生于义 不是你讲的杂念 凡夫虽然有杂念 但是看到庄严的佛像 庄严的佛堂 他还是会生起清静心的 一切片里尽无余 是你要用心去观想 第二 我请了法师的光碟 自行用电脑 录制了很多套给朋友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 有两个条件 注意听 我公开说 第一 星红法师的CD 可以你广为流通 但是不可以有版权 不能说我这家做 别家不能做 听懂吗 我绝对没有这么说 商业金色可以流通 海印股市可以流通 所有东西可以流通 所以广为流通 第二个 不可以贩卖 你不能说 哎呀 师姐我很发心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看到这样 Do you have any problem aball your finger 不可以卖钱 听好 法师很尊贵的 你反而应该想过说 我今天很欢喜 我自己买DVD VCD 烧给别人 你广为流通 可以 但是不可以卖钱 我再说一遍 一 不可以有版权 二 不可以有 贩卖 拿到钱 除非是经过 我特别允许 在某个寺庙 我允许 为了让他建设基金 我会允许他 拿基本功本费 这是必须经过 我同意 第三个呢 就是 第一个不可以 第一个不可以有版权 第二个不可以贩卖 第三个呢 你就要有 清静心广为流通 但是不可以乱改 我的讲义 所以我凡事上网的印给你们 我都转成PDF档 听好 这是我用生命去做的 现代人很聪明 也很狡猾 都用我的东西呢 有些东西会去改 其实佛法是没有版权的 这是这么说 圣意的 可是世俗的 我觉得为了要保护 清静的佛法 所以我的讲义 后面都有版权 你要广为流通 可以 你也可以写email给我 真的我同意 但是我不会跟你要钱 像我很多得到中英对照的法本 像在法华经 安乐行品 我是跟哥伦比亚大学买版权 我付了四百美金 对不对 因为那是外国学者 他们翻译的 他不是佛教徒 当然他要利益 可是我很欢喜 他准备让我用全部的英文 而且他翻得很好 即将我要在 印度尼西亚奖的 佛子行三十七宋 我也得到法师的 中文授权 还有外国弟子的 英文授权 免费授权 所以我给你的讲义 不可以乱字 删改而变更 我觉得佛教徒听好 再讲的重一点 删改别人的东西 这叫道戒 copyline 佛教徒要遵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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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